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冷眼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早上的一个9点31分 美国洛杉矶时间的一个下午5点31分 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18786美金 上次录视视频的时候,比特币还在一个18000附近 目前的话又进行了3%的一个上涨 在1000之内的话上涨了3%左右的一个上涨幅 那为什么在上个视频当中的话 我是强调大家要去顺势去做多 去拿出这个比特币的 你看在这一步行情当中的话 昨天它是收了一根巨大的一个阳线 是突破了这个19000这个水平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之前连续几天的话都是一个上涨 是收一个阳线的一个情况 连续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肯定会去收一根巨大的一个阳线 这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都是去强调这一波的行情的一个情况 从这个16600美金就已经输了 这波的一个行情又直将又去启动 目前的话已经来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 18000多美金的位置 也是突破了我们上方这条压制 这个19000这个水平 你看这个位置 昨天我画出来这一波的行情 它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向上进行更高的一个突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个位置 就是临着上方去穿插 然后去形成一个较大的一个反弹 那为什么我要教大家在下方的位置 继续去做多是吧 那么之前在这一波行情 它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叫它进行做多16600美金 做多到这个18200美金 随后在这个位置 随着美国的CPI的一个宣布 6.5 然后再继续去上行到上方的位置 当时我教了大家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会员区里面 继续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那昨天也是在我们那边 为电报区里面说有一段文字 大家可以去观看是吧 那么接下来它的行情应该怎么走 很多的人都说它要继续进行回调 但是的话这一波的话 可能没那么简单 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去回踩一下 继续去震荡 这个位置回踩一下震荡 但是它的幅度应该不是很大 不会去跌破下方这个18000这个水平 只要它能够去维持在18000这个水平 那么之后它很可能 很快就会冲破到上方这个20500 到这个上方这个21500美金这个水平 今年能够达到这个 2万美金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就目前这种趋势 这种势头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行情 它的斜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样测量的话 它刚好是到能到达这个21500美金 所以现在的一个多头的话 依旧是可以去持有 那也是现货的一个多头 依旧是可以去考虑去持有的 但如果有这种黑天额的事件 川岔来去跌破下方这个支撑 甚至是跌破之前的一个 这条黄色的一条支撑的话 那么你要去考虑离场 是吧 但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 比较明显 而且它的一个上涨通道 像之前这种那么宽大的 这种上涨通道 它还要去持续一段时间 或者是像之前这种回调之后 继续去 这种回调之后 继续去抽到上方这个位置 抽到这个2万美金 然后再继续回调之后 继续去抽到这个21500美金 这种行情去走一种 这种思路 这种 这种行情是吧 那种震荡上的一个行情 那么如果是走这种行情的话 那么这一波的多头 可能会上行到上方的2万5 2万5到3万 3万5这一带的水平 这片区域是有可能进行突破的 当然我们要注意一些 比较危险的信号 就是它跌破这条黄色的线 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行情的话还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的话 它已经突破测试了之前 这个压力 1万9这个水平 这个上涨的一个通道 之前这个18200美金的话 很快就突破了 那么我也是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多次去强调的 这一波的一个突破 那么前几天我就一直说 比特币要上涨了 很多的朋友在我的会员群 在我的免费电报群里面 都是能够吃到这一波的一个 这一段利润的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四角级别 那四角级别的话 它不带回踩了是吧 它每次去突破之后 它回震荡一下 然后去继续去拉一根 震荡一下 继续去拉一根 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拉拔 那个信号 而且是有一个大的一个金鱼 是进场的 不然它不可能这样去慢慢去震的 去向上了 而且是突破了之前的 这个颈线这个位置 是吧 突破颈线 我们突破这个18200美金 预示的它有更高的一个涨幅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颈线被突破 这个底部形态 以后在这个位置被穿插之后 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 突破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概率会非常大 而且的话 它上行到21500美金 可能在过了一周时间之后 它可能到上方的位置了 当然它也有可能会找一种平缓的 一个像震荡向上的这种行情 如果走这种行情的话 它会比较稳 可能会达到这个25000到30000的一个水平 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是吧 那有很多的币种 大家也是去持有了 那么随着比特币的一个上涨的话 那整个加密市场的行情的话 也是迎来一波的一个小高潮 那么一周时间里面有很多币种的话 就相继进行了不错的一个上涨 你看大部分的主流币种都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而且随着莱特币的一个减半 这一波行情的话 它可能会突破到更高的位置 莱特币 所以随着各种行情 包括我们的美联储这一波 这种美元的汇率的话 对人民币的话 逐渐是降低到6.74附近 不断的去降低的话 美元的话需要去投资各种的一个资产 那么比特币可能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 所以这一波行情的话 有一部分的资金是慢慢的去涌入比特币这一波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去继续去布局 是吧 之前我们在很低的位置就已经布局了 在我们的汇圆区里面 那么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坐有 你在这个位置坐空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一万九这个附近 坐有一笔空头去到这个一万八千两百美金 这种思路 有时在交易的时候是正确 但是在上行的一个通道当中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空 做空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的话去逆势去操作的话 如果被套牢的话 你会永远被套牢 套牢之后那么亏损的钱会变大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坐多是吧 你在这个位置坐多 被套住了没关系 跌下来被套住了 然后他可能会继续去走这种上涨通道 去反弹到一万九千七百 到上行的更高的两万多美金 你随时都有可能去截套是吧 但你做空的话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做空 是吧 然后接下来跌到一万八千两百 你赚钱了 然后你没有出 然后他又反弹到一万九千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你又被套住了 随后他再也回不到这个低点 一万九这个水平 然后继续去反弹 继续反弹 那么你就会越套越深 你越扎仓 你越亏的越多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爆仓 就是这种原因 我们要学会去顺势而为 之前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在我们交易的重要的一个交易时间点 这个位置一万六千六百美金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点 突破之后他就形成了一波上涨了 这一波的完全 有交易经验的人的话 是完全是可以去吃到这一段的利润了 这段利润是完全是可以去吃到 从这个百分之十度的涨幅 这一波是吧 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去吃到 因为的话非常简单 勇于判断 这个位置两个接触点都会去突破 去上行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个点的话交易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如果突破的话 一个假突破 像下跌破 再进行反弹的话 这种概率非常大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一万八千两百美金继续去做多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跌到下方的位置 它不会去跌破新低 除非是跌到下方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有止损点是吧 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继续去反弹到上方的位置 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交易员来说的话 很多细节需要把控 我们第一时间的话 这个CPI公布之后 继续去做多的话 因为它符合预期 那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短期的话 又去看到两万零五百美金的位置 一周之内的话 去看到两万一千五百美金 下方的支撑 去关注这个一万八千两百美金 更强的支撑系统黄色线 这个压制这里 所以明天后天的话 我会继续去更新 大家去及时去收听老眼的节目 那么你也可以在穷中的话 去学习到一些经验 包括昨天的很多朋友 在我下方评论留言 有很多朋友非常中肯 很多的评论都是非常的中肯 因为已经看了我的节目很多久 也是对比了很多的博主得出 虽然我说话不是那么花里无俏 直接是有话就说的 有很多人都是说 说这个又说那个 是吧 说的花里无俏了 但是没有去给出你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 很多博主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是直接说 我是比较笨的那种人 是吧 我直接说给你听了 是吧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 关注点的关注话 请分享给大家好朋友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